大家好,我是Stan 8月17号出道的新人女团 昨天8月22号突然宣布了团体解散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8月17号 已出道取Dream出道的新人女团Sulia 在出道第5天的8月22号 突然发表了团体解散 所属公司在官方IG发文表示 大家好,我们是Sulia 很抱歉突然以不好的消息惊吓了大家 因为公司的情况无法再支援Sulia 因此在透过讨论后决定 结束这个团体 虽然真的是非常短暂的时间 但是这期间 因缘我们喜爱我们的粉丝们 真心的感谢也很抱歉 之后也希望可以追踪成员们个人的IG 再次向粉丝们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不是50天,是5天? 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好好练习 MB质量又是什么? 这种小公司女团 之前都是拼命的让她们到全国各地跑活动 等待爆红的机会 但是从去年开始 这方法也行不通了 这样的话为什么要让她们出道呢? Dance Curve团队的影片质量还要比你们好 MB的品质都让人心疼 有很多诈骗公司说 会给你出道后 收取他们练歌练舞的费用 最后发表一个姻缘跟很烂的MB 就说是出道了 是这个情况吗? Solia所属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是不知道 但是就像这位网友说的一样 有很多诈骗公司都会以出道前培训为理由 让孩子们自己掏钱 练歌练舞练演戏 但是有爱豆梦想的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管是哪个国家 正常的经纪公司绝对不会跟你要钱 因为他们不是学院补习班 他们会先投资你 培养你让你出道后再利用你来赚钱 因为公司有自己投资的金钱跟时间 所以会想尽办法的让你哄 但是一开始就让自己掏钱的公司 目的就是为了赚取这份钱 所以到时候出个姻缘拍个MV后 也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OK 对于新人女团Solia的团体解散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反应爆放 霸气恢复粉丝的Windy 这是在8月22号的视讯粉丝见面会的内容 你看我是不是跑到 我是不是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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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赚钱 我喜欢跑到 你来不然去啊 给你 Fit 我喜欢跑到 给你 李 说我来喜欢你 疯了 我爱你Windy 等一下 我现在好像被求婚了一样 Windy跟我结婚吧 不是红贝贝粉丝 但是好喜欢文迪这个人 我来喜欢你 嘚嘚嘚糖 我来喜欢你 嘚嘚嘚糖 我来喜欢你 嘚嘚嘚糖 恶嘚嘚嘚嘚 童肝 張揚 啊 鸡嘎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